线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Vicky 欢迎大家一起上线关注 太极门1219事件 平反第14周年全民开讲 今天的主题是 税务员用税坑杀人民为哪庄 近几年来 财政部每每以税收超增沾沾自喜 今年财政部更发布了 10月全国税收为2194亿元 年增28.1% 累计前10月全国税收 来到2兆4574亿元 续创投期新高 预估今年全年税收将超增3000亿元 国家税收创新高 代表国家整体经济好 企业大赚钱 人民收入增加 这样国家税收才能大幅度的创新高 但事实的真相如何呢 我们来听听一位中小企业负责人的说法 我是一家中小企业公司的负责人 本公司奉公所法 努力打拼为员工负责 也为自己事业负责 希望能够让大家有饭吃 社会得以安定 近几年 联合国公布 世界投资报告 台湾吸引外资的排名 在亚洲逐步倒退 投资的金额只有越南的三分之一 菲律宾的二分之一 瑞士 洛桑管理学院也曾公布 影响台湾竞争低落的三大原因 分别是政府效能 税制竞争和法制环境 总统数据显示 我们台湾正在面临产业外移 人才流失低薪 造成年轻人放弃结婚 甚至买房 甚至梦想 很多希望都放弃 刚刚刘先生提到 台湾的法税制度 影响台湾的竞争力 确实 我们的法税环境 需要检讨改进 2005年 杨梅有一间全亚洲 第二大志同志旅金属的上市公司 当时产品几乎100%皆为外销 按理外销可退营业税 有一次 券银制作过程中 将一些下游材料 回卖给8家卫星工厂 税务员发现 该公司与卫星工厂对开发票 凭空想象 认定需征营业额 因此连续一年不退税 还把案子移送到调查站 但消息曝光后 银行随即抽银根 这家杨梅的上市公司 因此倒闭 8家卫星工厂也倒了 近1600个工人失业 事后 证明是乌龙税单 却已经无法挽救 这9大公司 堂上一点猪 百姓牵滴血 成员商务法律事务所合伙律师 王静安诚表示 台湾的税务环境非常严峻 他不愿为外资做投资评估意见 因为台湾的税务风险是无限大 外资不敢进来投资 近年来台湾景气低迷 外资却步 中小企业出走海外 年轻人在国内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年轻人留在台湾工作 看不到希望 纷纷到国外工作 为什么他们愿意离乡背景到国外工作呢 现在我们来听听陈先生说说他两个女儿的状况 我的两个女儿都嫁到澳洲去 当时大女儿只是年轻人觉得想要澳洲去打工有谁看看外面的世界 但是后来他回到国内工作了一两年就觉得台湾让他看不到未来 而决定再回澳洲生活工作 最后也在澳洲结婚生子定期 目前他的小家庭只有生生一个在工作 房子也有贷款 生了三个小孩 孩子政府每夜都会有一家庭收入薪资调整补助 生活还过得起 澳洲付税很重 但他缴得税缴得心甘情愿 澳洲的税制公开公正 他相信政府会把税收用在国家建设和人民的福利上 所以年轻人工作辛苦一点 多缴一些税 老了政府会照顾人民 晚年没有后顾猪忧 二女儿在疫情期间 公输停班政府的补助款 直接费入账户 而在台湾要经过申请审核 有时候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拿到钱 输去就吉的意义 据统计行政执行署去年新增1431万件欠税欠费强制执行案件 20年来暴增7.5倍 台湾税债泛滥 从企业、个人、公益团体等无一幸免 超乎我们的想象 现在我们来听听税债户的斑斑血泪 我们下期再见 國稅只要整你的話 它很簡單 它就來查你的稅 你就完蛋了 金額總共是1650幾萬 一張單子就跟你講 你欠稅的金額就是這些 政府就一直的追稅 追到現在 我必須要繳7000萬的稅 為了告訴我已經繳了4000多萬 我幾乎對這個政府輸去信心 財政部的苦情 財政部的惡劣 財政部的不修法 比金額人更加恐怖 我們為表當人民的生存 這個財政部的責任 我死了要有我們家繼續 我們家再死 我要有我們孫繼續 國稅局他突然給我來一個 總共架起來是一億一千多萬的稅單 我為了這個案子 我連續六個月都沒有辦法睡覺 好幾次都想從我住的酒樓跳下去 當時的財政部次長張聖和 跟他澄清 他說我如果不罰你 你會跟那些繼承人勾竄 我繼承人都跑光了我會勾竄什麼 而且這個案子是你們國稅局申請法案指定的人 我要跟他溝通我等於幫你們解決問題 你要煩咬我一口這什麼心態 這個我認為他講出他心裡的話 他就是把人民當賊 我就這樣子就被拔一百多萬 那個造成我大概有十年的困擾吧 這個對我來講我是一輩子都不服氣 對我這一生最大的打擊呢 就是我們國家的稅務法 先把人民打到地獄 然後再讓你慢慢的減稀剖稀 這樣的方式 有人說我還跟康路話 沒有自殺真的是奇蹟 我買賣不成立 結果過稅局把之前的稅全部 架在我身上 我一路上就這樣子沒有人生 我訴求無門 我得了憂鬱症現在又得了癌症 他們還給我睡膽料我 想睡我已經沒有錢了 一百多萬對我來講已經是很大了 我已經沒有辦法 我二三十年我都沒有工作 我一直生病為了這個睡 他們就拿了一把刀架在我脖子 你叫我要怎麼活下去 我在死亡邊緣 國家還不放過我 救救我 我二十幾年 我已經撐不住了 國家還要跟我了解說命啊 我要人民給我公道 每一個花名專利都要花了三四十萬 才能夠拿下來 十年來就申請了有1600張專利 領導人說要獎勵我 可以拿專利 可以專利坐駕 當你的股本 我傻乎的就拿了一張專利 然後去坐駕了 本來我公司五千萬 然後我現在呢坐駕了變成三億 結果呢 到年底我馬上要繳稅 要繳一億五千萬的稅 我說我連賣股票都沒賣 但是我就被課稅了 但是很不公平 我說那我股票的原因一樣 他也不願意 他認為我的股票沒有價值 把我的所有的財產 房地產 所有的銀行存款 全部查封 全部拍賣 所以我現在是什麼都沒有 你稅務人員已經知道自己錯誤 你就要自己去糾正啊 你怎麼會跟老百姓講說 你警察一直告我啊 好像就說 我就咬你嘛 我就欺負你嘛 你怎麼樣 我要求國稅局長 立即來一個禮拜 來退還我這個冤枉的稅金 一百多萬 他說要把二十倍 那個倍數呢 誰說的算 國稅局說的算 那你漏開多少 金額誰說的算 還是國稅局 那如果你不坦承 不認罪的話 那就查你十年 那公司為了省下麻煩 很無奈的 都大概每一次都 以五到七萬的金額 簽結了事這樣 稅務機關 希望我能夠再補 大概將近兩百多萬的稅務 後來稅務機關只要求我 繳了將近三十萬的稅 那因為我們也是不敢跟這個大金魚來拼 所以也只有乖乖的認賠這三十萬 管區跟我說 哎呀你就是我管區裡面 營業額最高的多少繳一點嗎 我從來都沒有討論過稅 我為什麼還要去多繳 多少繳一點的稅 突然間 稅接觸的人來找我 你這邊大概還要再補繳二十萬 這樣子 可是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他又來找我 他說你這個案子 我呈上去了 我們上面說 二十萬太少了不行 他說 我們上面的意思是 後面再多一個零 那等於是二十萬變兩百萬 可是我們真的確實有交易啊 因為五年後代告訴我說 他是一家虛設行號 那就要來罰我們納稅 我們營業人的稅 我們覺得很不公平 後來我們老闆是後來是繳稅繳完之後 可是公司就結束掉了 因為他覺得這做生意已經很不好做 還要在這種稅務恐懼當中 因為國學局說我 我那個招牌跟那個公司行號不一樣 那就開我五年的稅單 他堅持一定要課這個稅 他結果是訴訟的差不多五年 身心都受到傷害 他還要查我 從每一年開始往前查 每一年的我的報稅資料全部要查 只要有問題的他都要罰 我已經被罰了兩次了 我婆婆的名字叫林王月 當時我婆婆看到這張稅單的時候 嚇了一跳 因為我公公婆婆 她們都是非常老實的人 也是很守法的 該繳的稅都繳了 就把她退回去了 可是隔一年的時候 這張稅單又來了 我婆婆是女生 那個林王月是男生 現在連性別 然後住職 還有身分證全部都改了 改成我婆婆的 就是硬把這張稅單 硬拗就是她的 可是每一年都是像候鳥一樣 又繼續來報到 結果到85年的時候我婆婆走了 可是90年所以接到法院的強制執行 真的是嚇到了 我覺得說家裡受到這麼多年的折磨 然後這些違法官員他是逍遙法外 這些不認錯 然後一錯再錯的這些官員 一定要受到嚴重的處罰 公司呢就因為要我的技術 所以就給我的技術股 也經過了經濟部的核准 一年半以後 國稅局回函給我了 說對不起 這個不是技術股 這叫薪資所得 他們要求我補繳400多萬的稅 我復查也去申請 行政訴訟 行政法院 我也去打 那當然結果都是被駁回 都是我輸 他就把我銀行所有的錢就先收走 然後寄份通知給我 然後也限制我出境 我不能出國 我的前妻就不太諒解 所以我們就離婚了 那當然小孩子也就一直在美國 我就是因為一萬八的兩張交通違規罰款 沒有繳 今年三月三十那個 書記官說要來我家點交房子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原來我房子已經被拍賣掉了 就在我渾然都不知道的時候突然接到這個二號 我在105年的時候我就收到國稅局的通知說要我繳奢侈稅 我們夫妻倆名下只有這一間房子 而且戶籍也在他規定的期限簽進去 那為什麼要繳奢侈稅呢 那後來幾經跟這個國稅局了解之後 他用了各種法條解釋 你就是要繳這個奢侈稅五百多萬 如果不繳的話在家計罰金總共將近一千萬 是因為他沒賺錢 他到了大陸工作之後 國稅局才課稅說我們賺了四億多 課了我們五千多萬的稅 結果我老公被限制出境卡在國外 我當時小朋友一個一歲一個三歲 現在小朋友已經十歲了 已經七年了 我先生已經錯過了七年在台灣陪我們的時間 就因為國稅局烏龍的稅單 而他們明明知道這個烏龍稅單 可是卻不願意更改 精神經驗科學的時候它很簡單 我最大 稅單開出來了以後 那人民說這不是我啊 不是我的稅啊 這個稅這個單有問題的時候要怎麼樣 好啊那你舉證啊 你有本事你舉證 沒本事你就繳 我的土地都被你徵收你叫我繳稅 沒有道理啊 那我稅金我繳你的田還我啊 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欠稅 那房子就被封了 我的刑事判決不影響到他這個追稅的動作 所以刑事刑事就是我所有的零頭都追了 變成所有的存責大概都是履歷 稅收創新高 但欠稅欠費強制執行案件 20年來暴增7.5倍 這中間到底有什麼關聯呢 專家學者分析 稅災戶 淹角木 追根究底 始作勇者 因是獎金在作稅 稅務員追求績效 爽領獎金笑哈哈 百姓的口袋卻苦哈哈 我們來聽聽官員怎麼說 茶器獎金被廢掉了 你現在變相搞出一個獎勵金 這些沒有法院預計的 在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九號 已經將財務法環處理暫行條例 第三條第四條修正會址 所以你們茶器獎金也就被取消了 但是財政部核花稅務獎勵金作為要點 用作為要點取代被取消的 這個法院來花這個獎勵金 那你現在 所以我們這個稅務人員都有年總獎金 有考基獎金啊 考基獎金就是你表現的良好給考基獎金啊 還有不休假獎金 你現在又變相跟人家拿這個獎勵金合理嗎 你說來部長說說個公道話 是我說公道話 稅務體系 這個執法體系如果待遇不高 他不足以養簾啦 不足以養簾啦 不足以養簾啦 我們這個稅務獎勵金沒有個人獎金這一塊 對 為什麼我們編的預算裡面還是有 105 106都還有這個所謂個人獎金額這一塊 監察院4月12號有個調查報告 稅務獎金法源不足之外 主管人員領取的金額偏高啊 未刪除財稅機關正副首長之個人獎金啊 啊你不是在鼓勵基層人員 是上頭在拿這個錢 我想其他機關也是一樣啊 你首長副首長也有您相關的獎金嘛 今天獎金不是只有我們稅務獎金只有 財政部有而已嘛 其他任何機關都有啊 然後你說個人取消變團體 啊團體又是首長在發 那還不是一樣換湯不換藥 1212在那邊 您快變成一種變相的津貼了 部長這稅務獎金你有沒有拿 我沒有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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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誰在拿 那就是相關的所有的稅務同仁嘛 我剛講要靠大家是什麼 有一首歌我就很喜歡唱的 叫做 你是我李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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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我的眼啊 為什麼 大家去幫我看一下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人在逃漏稅 好 所以各位 你們是國稅局的眼啊 如果你看到了怎麼辦呢 來跟國稅局檢取 如果你覺得他生意很好 他卻沒有用發票 你就來告訴我們 好 請問像公司的檢取有什麼辦法做 有獎金啊 有獎金啊 最高480萬 這個問的太好了 這個同學應該可以把他吸引進來 當我們的這個優秀同仁 大家聽完這個 以後呢 有興趣來加入我們代表市國稅局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前民進黨立委 陳寅指出 國稅局稅務獎金 年發上億元 明目五花八門幾乎從上到下 人人有獎 從半路跑 作文比賽 到新聞稿業務都有 新聞稿業務 竟需要703人負責 若以檢任以上官員計算 平均年齡獎金 近十萬 就是要巧立明目 把獎金發光 我們辛苦賺的血漢錢納稅 稅金卻遭國稅局亂花 看在人民眼裡 情何以堪 社會矚目案件 太極門冤稅假案 已延宕二十五年未解決 太極門弟子劉先生 呼籲政府要解決冤案 還太極門一個公道 本人自從民國八十二年 進入太極門練功 師父教導我們要修改脾氣 修心養性 自從練功後 我的身體各種毛病有所改善 直到現在我從來沒有離開過 因為我相信 師父教導弟子學好戒壞 學習是非對錯 陰陽哲學 這些都是正向積極樂觀的 而我也將在太極門 所學習到的智慧 運用在職場上 當年 侯官然檢察官製造假案 經過二十五年 漫長歲月 仍沒有解決 最高刑事法院 早已於九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判決太極門掌門人 無詐欺 無漏稅 無違反稅政急增法 三審無罪 無欠稅確定 還太極門清白了 居然國稅局還行政執行局 還聯手於去年強行拍慢太極門 於苗栗的修行聖地 詳諭國際的寒冬雜誌 近期刊 登近六十篇關於太極門案件的文章 也刊登在人權無國界 近三十篇 文章中更以國稅局的塔利班 執行署的塔利班 流氓官僚 形容國稅局和行政執行署官員 聯合國NGO以三度遞交 太極門案的申訴文件 進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台灣正處於經濟急速崩壞的危機中 官軍就在台灣日漸惡化的法術環境 所以解決冤錯假案 還給人民清白公道 是台灣政府刻不重緩的事 尤其是解決太極門 這個具有人權指標性的案件 還給我們太極門被拍賣的修行陣地 這樣台灣才會有未來 剛剛劉先生提到寒冬雜誌 我們來聽聽寒冬雜誌 怎麼看太極門案件呢 Bitter Winter is a magazine devoted to religious liberty and human rights We became well known internationally for our coverage of mainland China with exclusive news, videos and photos For instance, the section on China of the yearly report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n Religious Liberty released this month mentioned Bitter Winter 85 times I am sure that some of our readers wonder why we publish so often about a case where, after all, no blood was spilled and nobody died while the world is full of people killed because of their fate The word they commemorat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Buddhas of Bamiyan suggests the answer No human being was killed when the Buddhas were destroyed by history, tradition, memory and respect for diversity were all killed on that tragic day In Taiwan, we at Bitter Winter saw at work Taliban of the National Tax Bureau or Taliban of the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gency They also expressed their intolerance by attacking a visual symbol of freedom and diversity land they confiscated that was intended for a Tai Chi Men self-contivational centre Our extensive coverage of a tax incident may seem unprecedented but in fact it is a 25-year long persecution of a peaceful spiritual movement and the massive discriminatory use of taxes as a tool of discrimination that is unprecedented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such as Taiwan The Tai Chi Men case is internationally exemplary and important and yes, we plan to continue our campaign about it Our voice will not be silenced until the voice of justice will speak and solve the case 寒冬雜誌 敬愛的蔡總統,你好 我是太極門弟子陳曹炳 我拜師入太極門已經二十年了 入門前我是脊椎掌骨處 入門練太極門氣功練好了 我本來有打牌和千六合彩的壞習慣 夫妻因此而吵得要離婚 師傅教我們什麼是親 親就是彼此的辛苦看得見 互相體貼 師傅還教我們誰好最壞 把自己改好變好 才有能力去回饋社會等等 我便全家都是太極門弟子 我改掉賭博的壞習慣 夫妻感情就變好了 家庭變和樂了 這麼好的一個門派 只憑活寬人一張 無效以違法的起訴書 對太極門開單課稅 真的很無理 2007年7月13日最高法院三審判決 確定太極門無罪無欠稅 但國稅及切秒數法院的判決 繼續對太極門開單課稅 甚至棄人還違法拍賣五邊苗栗的土地 希望你不要再墨數 違法公務人對五邊的迫害 不要再縱容違法公務人對人民的傷害 處罰違法公務人 反五邊修道的聖地 這樣台灣才能向前走 若能解決二十五年 蔡吉門恩稅假案 那將是功德無量 祝你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蔡總統聽到人民的心聲了嗎 違法公務員亂開稅單 未受懲處 違法稅單 萬年不死 讓人民淪為稅奴 痛苦不堪 來聽聽前立委羅淑蕾的呼籲 以我們這麼優秀的團體 以我們這麼熱愛台灣 熱愛世界的團體 都受你財政部 受你國稅級 受你這些不良的稅務人員的欺壓 那其他的老百姓呢 其他的老百姓呢 其實太極門很多弟子也跟我講 他說我們今天 不是只有純粹為太極門站出來 我們是為了那些 為了是躲在很多黑暗的角落 那些弱小團體 還有一些弱勢的老百姓們 被你欺壓 我稱為這些人叫什麼 叫稅奴啊 稅的奴隸啊 你這樣看六年 已經五年平安了 那當初開了那個稅務人員 要不要負責任 要不要除華 要不要開除 有 拿的是我們納稅義務人的錢 拿的是我們一分越好 辛辛苦苦賺出來的錢 我們養這樣的稅務人員 難道我們當老闆的 不能把它開除掉嗎 呼籲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我們呼籲我們現在的立法委員 要拿出勇氣 要拿出破裂起來 繼續來就是我當年沒有完成的稅務人員的退廠機制 應該要繼續把它怎樣 執行下去 大家說好不好呢 好 謝謝謝謝 台灣有稅務獎勵金 人權就不見了 沒證據僅憑稅官自己認定 稅單就可以開出 人民成為國稅局的提款機 2020年全台欠稅欠費新增強制執行案件高達1431萬件 但國家稅收卻創新高 我們不免合理懷疑 這裡面有多少是假案 是被冤枉而慘遭違法強制執行的呢 稅收有多少是來自烏龍稅單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稅務員踩著人民的鮮血 升官發財 掠奪不義之財 利用公權力搶奪人民財產 比強盜還強盜 納稅是人民的義務 但稅務員也要依法課稅 這樣人民納稅才能心甘情願 稅務員課稅才能心安理得 感謝您今天的參與 最後以一首《良心時代》的歌曲 來呼籲大家做事要以良心為依歸 《良心懷中才》 天地共時代 《良心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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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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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